预算不高选哪一个iPhone最值得入手 最近有粉丝找到我想给自己的父母换一台iPhone 但是预算不太高 有没有那种价格比较低的 但是性能也能满足如今的主流APP的那些iPhone呢 今天小阳就给大家推荐几款 预算1000左右的可以入手小阳家这台999的S12 它是小8的同款外形设计 4.7英寸LCD屏幕 而且还支持指纹识别 A13的仿生处理器 与11 Pro Max是同款的处理器 百元价位绝对找不出第二台性能比它强的了 当然了如果说你的预算来到2000到3000价位 小阳最推荐的还是这个iPhone11 Pro Max 这个的话是6.5英寸大屏 后置是1200万像素的三摄 支持支付级别的面容ID 3969mAh的大电池容量 加上这个4级网络带来的低功耗 一款这么多优点局一身的一个旗舰 目前同样还在出3000多 但是在小阳家仅需要2899就可以搞定 是无所得号 真的性价比超高 至于4000到5000预算嘛 就拿小阳刚刚拍完照给大家看的 这个13 Pro了 那么肯定它是首推的 1200万像素的一个三摄 目前拥有顶尖的旗舰水平 5G加120Hz高刷 体验真的是十分出色 除开现在最新款的14 Pro Max以外 它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性能王者 当年发射价要进万元 现在直接打骨折 以上就是不同价位 最值得推荐的iPhone手机 如果说是你 你会选择哪一款送给你付5呢 最新增的 直接投务的